今早的AT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长江基建1038 选择原因是美国加息周期见顶 令长江基建等传统收息股吸引力回升 利率下降除了令收息股吸引力回升外 亦对长江业务带来两方面利好作用 摩根大通早前发表关于公用股的报告预期 如果美国利率在较长时间维持高期 可能会限制公用股的升幅 并认为行业暂时面对的逆风 包括美元强势 或者会拖累长江业和旗下电能实业的盈利 因为两者海外的业务比重较高 行业缺乏并限制每股盈利的提升等等 不过摩通的报告也补充 如果美元转弱的话 反过来会有助长建来自英国和澳洲的收入增加 此外如果利率回落 摩通指长建借贷成本下降 有助他们提升财务杠杆 截至今年6月底为止 长建持有现金超过120亿 摩根士丹尼就推算 长建的负债比率只有大约9% 还有旗下电能属于淨现金状况 本来已经不乏进行收购的能力 加上财务杠杆有望提升 自然增加进行收购的能力 自9月至今 一众劝商给予长建的目标价 平均是46.75 加上星期收市价39.8 高出19% 投资者不妨等待长建 回到39元的水平吸纳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38元的关口 可以加住吸纳 初步先看47元 大跌破35元就适宜止舍